楚剑秋在回到丰元学宫后 便收起了那具傀儡分身 悄无声息地 把自己和傀儡分身替换过来 这个过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贡寒韵和张时期 自始至终都不知道 身边这个楚剑秋的变化 在回到丰元学宫后 楚剑秋把灵尊胡 交给了贡寒韵 贡寒韵心情激动地 拿着灵尊胡 去找他父亲顾青 从今天过后 他母亲就能够再次苏醒过来了 父亲看着贡寒韵手中的灵尊胡 本是意外地说道 月儿 看来你这次的秘境历练 收获不错啊 居然能够获得 灵尊胡这种无上宝物 至于生命远也 父亲则是只字未提 他害怕自己提了之后 如果贡寒韵没有找到的话 反而让贡寒韵伤心 妻子已经成了那样子了 他不忍心再让贡寒韵 受到任何伤害 贡寒韵把灵尊胡 递给顾青 激动地说道 顾青 你看这是什么 自从他母亲 中了按摩浴的剧毒 昏迷不醒 而顾青 整天沉迷醉酒 万事不管 贡寒韵 对他失望 加恼恨之下 已经很久 没有叫过他父亲了 而是一直直呼他的名字 而此时 即使已经找到了生命原业 贡寒韵依旧 没有称呼 顾青为父亲 毕竟 生命原业 可不是顾青找到的 而是楚剑秋 帮他取到的 贡寒韵心中 对顾青的怨念 依旧未消 顾青不由疑惑地问道 这不就是 灵尊胡吗 还能是什么 由于灵尊胡 完美地隔绝了 生命原业的生命气息 顾青 在没有用神念 探测的情况下 也不知道 灵尊胡里面 装着他梦寐以求的生命原业 我说的是 灵尊胡里面的东西 贡寒韵 着急地说道 顾青 见到贡寒韵 这副激动的样子 猛然想到什么 他连忙接过贡寒韵 手中的灵尊胡 神念渗透进去探测 当他神念 接触到那散发着 浓郁无比的 生命气息的 生命原业的时候 顾青 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即使以他的定力 在此时 眼泪都忍不住 夺旷而出 心心念念 找了数十年的生命原业 而此刻 就在他的手中 胡青此时 心中的激动 简直难以形容 整个人 只觉犹如在做梦一般 这几个月来 宫南烟的状况 越来越是糟糕 原本 他心中都已经快绝望了 想不到 就在此时 东寒运却带来了 如此巨大的好消息 看着手中 灵尊湖中的 生命原业 胡青 那绝望哭稿的心境中 顿时再次 焕发出 希望的生机 胡青再也 顾不得其他事情 激动过后 拿着手中的 生命原业 身形一闪 下一刻 他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 那个隐秘的 密室门前 胡青推开 时室 厚重的石门 走进石室中 来到石室中央 那一张 韩玉床饼 韩玉床上 那名和贡寒运 有着七八分相似的 绝美女子 将比起半年前 情况 更加糟糕了 在半年前 她还只是身体出现枯稿 头发还完美无缺 但是现在 就连鼻子以下 都已经变得 枯稿一片 按照这种情况 只要那枯稿 蔓延到鼻子以上 基本上 她就再也救不回来了 虽然这半年来 顾青每天都不断地灌注真源 压住着剧毒 但是 却仍然无法压制 这些剧毒的蔓延 尤其 这些剧毒 在吞噬了贡南烟的升级之后 变得越发的强大 使得顾青 越来越难以压制 本来 顾青的心中 几乎已经绝望了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她仍然舍不得 就此放弃 而这样的坚持 终于让她等来了希望 她女儿终于带回来了生命原液 以生命原液的强大生命效果 即使只是有异地 顾青都有希望 能够使得供南烟身体 重新焕发生机 而现在 她手中的生命原液 居然足足 有方圆数尺见方 如此巨量的生命原液 如果她还不能 把供南烟救回来的话 让她干脆找一块豆腐 以头撞死算了 顾青手轻轻一挥 手中的灵尊湖 漂浮到供南烟身体的上方 在她真缘的控制下 打开灵尊湖的瓶盖 湖中的生命原液 悬浮了出来 朝着下方的供南烟身体上落去 反正 湖中的生命原液众多 顾青也根本用不着节省 而且 这是她女儿找回来的 她客气什么 为了保险起见 她一开始就整整 用了三十滴的生命原液 这些生命原液 一落到供南烟那枯稿的身上时 供南烟那枯稿的血肉 立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着光泽 悟青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大喜 不过她也知道 此时还不是欢喜的时候 她立即把真缘灌注进去 把这些生命原液 渗透到供南烟身体的深处 为了更方便生命原液的渗透 顾青直接把供南烟身上的衣服给脱了 在顾青控制着生命原液 朝着供南烟身体深处渗透的时候 一股散发着阴森寒冷气息的漆黑死气 从供南烟身体上冒出来 这股漆黑死气疯狂地阻挡着生命原液 对供南烟身体的修复 企图继续破坏吞噬供南烟的生计 顾青见到这一幕 顿时冷哼了一声 以前由于没有生命原液 奈何不了你 但是现在 自己手中拥有如此众多的生命原液 还治不了你 按摩枯引毒非常难缠 一旦进入人体 就如复古之居 和人的生机完全纠缠在一起 想要清除极其艰难 以顾青的能耐 在没有生命原液之前 也同样奈何不了供南烟身上的 按摩枯引毒 但是现在 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顾青控制着生命原液 朝着那些漆黑死气吐了过去 生命原液的强大升级 就像这些漆黑死气的克星一样 在生命原液的气息所过之处 漆黑死气顿时如雪玉春阳 迅速消融 在生命原液的功法下 这些漆黑死气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生命原液所过之处 供南烟那些枯搞的血肉 迅速恢复到充满勃勃生机的 赢则肌肤 那些漆黑死气 见到移不过生命原液的功法 顿时迅速主动退缩 乌青见状顿时冷叫一声 乘胜追击 真元不要命般灌注进去 控制着生命原液 疯狂朝那些漆黑死气围剿过去 那些漆黑死气在生命原液的围剿下 鹰败如山倒 迅速收缩着战线 朝着供南烟心脉部分汇聚过去 乌青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一变 暗叫一声不好 想不到这暗魔枯引毒如此狡诈 一件形式不妙 退得如此果断 乌青想要利用生命原液 截断这些漆黑死气的退路的时候 却已经来不及 被那些漆黑死气 全部缩回到供南烟的心脉中 乌青操控着生命原液 朝着供南烟的心脉部分攻去 但是由于此时 这些漆黑死气和供南烟的心脉纠缠太深 即使在生命原液的辅助下 乌青也很难把这些漆黑死气 从供南烟的心脉中包离 如果强行攻伐的话 恐怕会直接让供南烟的心脉受损 严重的甚至可能危及供南烟的性命 乌青见到这一幕 脸色难看无比 他盯着供南烟心脉部分的那缕漆黑死气 最终只能无奈放弃 想不到 在拥有如此众多的生命原液的情况下 自己居然还是无法彻底清除 供南烟身体上的按摩窟引毒 顾青不由有些丧气 自己这可真是没用 其实这也并不能完全怪顾青 因为这按摩窟引毒的品质为时是太高了 而且太过难缠了 即使换一个人操作 同样也做不到 把按摩窟引毒从供南烟身体上完全清除 不过 虽然不能彻底把按摩窟引毒 从供南烟身体上彻底清除 但是 经过这一役 按摩窟引毒已经元气大伤 暂时只能坐在供南烟的心脉中 很难再起作用 但是 这按摩窟引毒 一日不除 始终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谁也不知道 会在什么时候 再次爆发 不过 有了这次的治疗 供南烟至少能够再活30年 而且 接下来这30年中 自己不用像之前那样 每天都要给供南烟灌注真元 压制那按摩窟引毒 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去寻找彻底解决供南烟心脉中的 按摩窟引毒的办法 在生命元业的恢复下 又过了一炷香时间 供南烟身体上 被吞噬而变得枯稿的身躯 已经彻底复原 供南烟那长长的睫毛 动了动 缓缓睁开了眼睛 燕儿 你终于醒了 顾青见到这一幕 顿时大喜过望 梦寐以求的事情 终于在今日得以实现 一时间 顾青不由激动地 惹泪长流 供南烟从寒玉床上坐起来 看了顾青一眼 又看了看四周 如梦初醒地说道 顾青 我没有死 他记得 当初他中了按摩窟引毒的时候 全身生机 已然被逐渐吞噬 他以为 自己那次注定是必死无疑的了 想不到 自己居然 还能有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幸好 咱们的宝贝女儿 寻回了生命元业 这才把你救回来 否则 我还真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悟青激动地说道 云尔 云尔 云尔怎么了 这其中究竟有多凶险 想到自己女儿 为了寻找生命元业 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和艰辛 贡男烟就不有一阵心疼 此时 他看向顾青的目光 也越来越是不善了 顾青被贡男烟那恼火的目光 看得不由脑袋一缩 他咽了咽唾沫 小心翼翼地说道 云尔 咱们女儿已经长大了 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小丫头了 况且 当初我也阻拦过她的 只是 她硬要前往那远古遗址 我也拦不住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 咱们女儿那倔脾气 也就能够听得尽你的话 我的话对她来说 简直就当作是放屁一般 供男烟闻言 顿时不由一惊 我已经昏迷了三十年了 悟青点了点头 道 不错 一晃已经三十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供男烟却没有心思 和她感叹什么时光流逝 她哼了一声 问道 月儿呢 她现在在哪 在醒来之后 她最为牵挂的人 还是她女儿 你不用担心 月儿好好的 她现在就在冬月儿中 顾青说道 供男烟闻言 顿时从寒玉床上站起来 就要走出密室 只是她看了自己身上一眼 见到自己此时身上 身无寸缕 脸上不由一红 恼火地瞪了顾青一眼 老不休 供男烟手一招 落在韩玉床旁边的衣服 迅速穿在了她身上 穿好衣服后 供男烟没有再理会顾青 匆匆走到石室大门那边 打开了石门 在她打开石室大门的时候 在石室门外 一名和她有着七八分相似的少女 已经等在了那里 供男烟见到这张久违的熟悉容颜 泪水瞬间涌了出来 她瞬间扑入了供男烟的怀中 热泪长流地叫道 娘亲 这三十年来 她朝思暮想 不知道多么渴望能够 再见到这张熟悉的容颜 多么渴望着这温暖的怀抱 这一刻 她的愿望终于实现 心中的激动难以形容 供男烟看着已经长大的女儿 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在她昏迷之前 最为放不下的 就是她上次还年幼的女儿 当时的供寒韵 仅仅只有十一二岁而已 孟男烟抱着怀中的女儿 泪水也不由流了下来 顾卿在一旁见到这一幕 心中既是激动 也是欣慰无比 多年以来 渴望的场景 终于在这一刻实现了 想想 自己可真没用 三十年来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自己女儿一出马 就找到了这种极其难得的 无上宝物 还是自己的女儿有本事啊 供男烟抱着供寒韵良久 想要询问一下 她这三十年来的经历的时候 却发现 此时供寒韵 已经浮在她的怀中 沉沉睡去 这一刻 供寒韵睡得 无比的香甜 无比的安稳 也无比的踏实 即使在睡梦中 嘴角都还挂着一抹 心愿如愿以偿的 幸福笑容 供男烟见到这一幕 眼中露出 一抹浓浓的恋爱和疼惜 她轻轻抚了抚 供寒韵的绣发 静静地抱着她 就这样 在石室门口 静静地相拥而立 姑卿也知道 自己女儿这三十年来 究竟是怎么过的 此时也不敢 惊动他们娘俩 只是静静地 站在一旁 守护着他们 楚剑秋回到 丰元学宫后 来到了李湘君 和苏延湘的 宅院门前 敲响了他们的大门 谁啊 在楚剑秋 敲响大门的时候 里面响起了 李湘君 那有些小脾气的声音 显然 他对别人来拜访 他的事情 似乎很是不爽 是我 楚剑秋说道 在楚剑秋 话音响起的时候 里面那声音 驻然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 一道声音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来到门前 打开了宅院大门 露出了里面 李湘君 那一袭白衣的身影 楚剑秋 你回来了 李湘君 见到门外的楚剑秋 惊喜无比地叫道 他直接 忍不住 扑入了楚剑秋的怀中 紧紧地抱住他 欢喜地叫道 楚剑秋 你终于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楚剑秋被他这般紧紧地抱住 脸色顿时不由 有些不自然 李湘君可不是苗蝶 而是真正的绝世无双的大美人 在整个风源王朝中 楚剑秋都没有见过 第二个在容颜上 能够比得过李湘君的 即使在他这么多女人之中 虽然也个个都是容颜绝美的女子 但是也就严清雪 能够在容颜上 能够和李湘君一较高下 其他女子在容颜上 和李湘君相比 都难免稍微逊色一筹 被这么一个容颜绝世无双的美人 以如此亲密的姿态抱住 即使楚剑秋心智坚毅无比 也依然难免会有几分心动 最让他感觉心中不自然的是 这小傻妞究竟是什么意思 莫不是连他也喜欢上自己 想到这里 楚剑秋顿时忍不住 全身打了个哆嗦 连忙把挂在自己身上的李湘君 扯了下来 干嘛呢 李湘君 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我 至于这么激动吗 啥巴唧的 半年时间不见 你这脑子怎么就不见长进呢 李湘君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不由大怒 这家伙一见面就损自己 就不能对自己说几句好话吗 亏的 自己担心了他这好半年时间 李湘君心中越想越气 他抱住楚剑秋的脖子 张开小嘴 一口就往楚剑秋脸上咬了下去 我靠 李湘君 你是属狗的吧 楚剑秋吃痛不已 一把把李湘君推开 恼火无比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虽然他真物神体 已经修炼至第四层小城 肉身防御 已经堪比七阶下瓶顶峰的法宝 但是他肉身强度 再怎么强悍 也练不到脸皮上 而且 李湘君咬他的时候 他又不敢运转真元抵抗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只要真元稍微反弹 都能够震碎李湘君满口牙 楚剑秋虽然恼火李湘君这动作 但还不至于因此要伤他 李湘君看了他脸上 被自己咬出来的清晰齿痕 顿时不由得意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脸皮也练得刀枪不入了呢 楚剑秋恼火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我看你半年不见 这是皮痒了 想找揍 夫君这话 可是说得有点没良性了 李妹妹这半年来 可是天天对夫君千长挂肚 每天都要念叨夫君好几遍 念叨得差不多我的耳朵 都起茧了 在你不在风源雪宫这段时间里 你都不知道 李妹妹是如何度日如年 望眼欲穿呢 此时苏颜香走上前来 笑着对楚剑秋说道 看着这对一见面 就互相戳刀子的火宝 苏颜香也不由有些无奈 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成事 苏颜香干脆 又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免得他们继续拖延下去 李香均被苏颜香 当着楚剑秋的面 戳穿他的心思 顿时脸色不由一片通红 他跺了跺脚 看着苏颜香 称道 苏姐姐 你在说什么 谁对他牵肠挂肚 我才不稀罕这家伙呢 说着他红着脸 不敢再在这里逗留下去 低着头跑开了 一颗心犹如小鹿乱撞般 砰砰乱跳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哪里还不明白李香均的心思 苏颜香已经把事情说得如此明显了 再加上李香均此时的反应 楚剑秋虽然在男女之事上迟钝 但他又不是傻子 机会到此时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楚剑秋顿时不由一阵头疼 他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 却又偏偏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实在让他心累不已 他真的不想再招惹任何情债啊 怎么这些女子就偏偏要喜欢他呢 此时楚剑秋只能故意装傻了 他哼了一声说道 所以就说 这小傻妞傻不拉几 半年过去还是没有半点长进 还是那副傻样 楚剑秋想蒙混过关 但是苏颜香却并没有 如此轻易放过他的意思 他看着楚剑秋的眼睛 说道 夫君 你是知道李妹妹对你的心意的 对不对 楚剑秋闻言 顿时不由一阵无奈 他看着苏颜香说道 苏姐姐 李香均有点傻 你不能和他一起呼赖 我身边已经有了多少女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想再伤害你们了 李香均只是因为不清楚情况 才会生出这种心思 如果他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如何 估计他就不会喜欢我了 苏颜香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微微一叹 夫君 你还是不了解女儿侠的心思 只不过 既然楚剑秋都已经如此说了 苏颜香也知道 此事急不得 只能以后再缓缓涂之 李香均虽然跑开了 但是他却并没有走远 在宅院的一个月行门后面 他竖起耳朵 满脸期待地 听着那边楚剑秋和苏颜香的话 一颗心不断地砰砰乱跳 在听到楚剑秋这话时 李香均满脸期待的神色 瞬间黯然了下来 眼中满是失落神色 盈盈的泪光 已然在那双青毛中泛起 死楚剑秋 臭楚剑秋 谁喜欢你了 我李香均才不稀罕你呢 李香均捂着脸 泡进了房间 浮在床上默默垂泪 苏颜香看着浮在床上 伤心垂泪的李香均 那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真是我见游脸 苏颜香忍不住摇了摇头 楚剑秋可还真是狠心 这样的角色美人 他居然都狠得下心来拒绝 苏颜香走到床边坐下 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李香均的秀发 安慰道 李香均从床上坐起来 脸上带着晶莹的泪珠 他赌气说道 说着李香均伸手 抹了把眼泪 看着苏颜香说道 说着他一把把苏颜香 扑倒在床上 对着苏颜香 就是一阵上下其手 苏颜香伸手把他抱住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他也知道 李香均对自己的感情 有点特殊 已经有点超出了 闺中密友的感情范围 如今在被楚剑秋这一打击之下 若是李香均真要变得喜欢女人 那可就麻烦了 听到苏颜香这话 李香均顿时有些委屈地说道 接着 他有些赌气地转过身去 不再去理会苏颜香 苏颜香见到他这副 癌自气的模样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在苏颜香一番好说歹说的 劝说安慰下 李香均心情这才好了一些 但是对楚剑秋的怨气 还是没有减轻半点 楚剑秋对这一幕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继续让李香均的感情 在自己身上纠缠下去 还不如及早说明 也好让李香均 趁早断了这份心思 免得后面纠缠得 越来越深的时候 对谁都没有好处 楚剑秋一门心思 是在修炼武道上 对于男女之事 他是真没有多少兴趣 更不想花太多的心思 在这方面的事情上 这些女人 一旦有了这种心思之后 相处起来就麻烦得很 缠绵不断 让人头疼不已 而若是没有那种心思 和关系的话 相处起来就清爽得多了 看看贡寒韵 看看吴静秀 再看看吴碧曼 在大家都没有这方面心思的时候 相处起来 多么干脆利落 该谈生意的时候 谈生意 该动手的时候 就动手 该打的时候打 该骂的时候骂 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多么干净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楚剑秋虽然知道 李香均在暗中 偷偷听了他的话 也知道 李香均在听了 他那番话后的反应 也知道李香均在听了他那番话的反应 但是他却没有去理他 反正有苏颜香在一旁安慰他 也不会出什么事情 而且李香均这小傻妞 看起来有些脑残 但是心里应该不至于那么脆弱 楚剑秋回到自己的住处 开始整理起自己这次远古遗址探索的收获 这次的远古遗址探索 论起最为巨大的财富 应该是空明岛的那座绵延数千里的空明石矿脉了 但是那座空明岛的空明石矿脉还在开采中 但是还不能转变成自己的财富 而且即使那座空明石矿脉完全开采出来 楚剑秋也舍不得把那些空明石拿来换钱 毕竟零石可以用其他宝物来换 但是空明石这种珍惜无比的东西 用一块那可就是少一块了 虽然那绵延数千里的空明石矿脉 论起数量来巨大无比 不过楚剑秋也还不知道 以后要构建多少个传送阵呢 这种东西作为布置传送阵最为重要的根基 楚剑秋是一块都舍不得卖 和空明石矿脉相比价值差不多的 就是天照岛的天照炎火 以及深渊火海岩浆下面的那个离火剑阵 其实争论起对个人的价值而言 那个先天剑阵的价值才是最为巨大的 毕竟那个先天剑阵之中 不但有着24柄细节上品的常见法宝 还有一柄先天离火剑胚 只可惜的是 无论是天照炎火还是那个离火剑阵 楚剑秋目前都无法收服 至今也无法转变成自己的财富 真正已经到手的财富 是烈焰尊者的火源甲 从庆斌手中得到的流水云袍 在战利殿山峰的凉亭中 得到的灵尊湖和白玉碑 在珍宝谷的山洞弥阵中 得到的生命原液 在烈焰尊者洞府中得到的玉火诀 离火剑阵法诀 烈焰焚天剑京 这三门威力巨大无比的武学秘术 在天照岛获得的数万块离火岩石 以及在秘境中搜集的其他天才地宝 出售盐报符使所赚取的大量天才地宝 赶回丰元皇城的途中 获取的五艘乙级战船和一艘乙级云舟 这次的秘境历练 收获的财富之巨大 还真是难以想象 在楚剑丘在混沌至尊塔中 清点这些收获的时候 小青鸟也在一旁口水直流地说道 小青鸟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修炼 尝到甜透之后 现在它最为心心念念的 就是要赚大把的钱 点亮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空中的 那些暗淡的星斗 由于小青鸟 对点亮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中的星斗 如此积极 这使得混沌至尊塔和小青鸟的关系 亦难以想象的速度好了起来 现在即使楚剑丘不让小青鸟 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修炼 混沌至尊塔都会主动给小青鸟开后门 而自从小青鸟和混沌至尊塔的关系 好了起来之后 青衣小童就要缩着脑袋做人了 现在一旦它和小青鸟起了冲突 想要从混沌至尊塔中调动威能 来对付小青鸟的话 那是半点也休想 不单只如此 混沌至尊塔甚至都还会帮着小青鸟 一起对付它 所以现在在混沌至尊塔中 除了楚剑丘之外 小青鸟就是老大了 现在青衣小童敢吱一声 他都要挨一顿胖揍 这种遭遇让青衣小童悲愤无比 他迫不得已之下去找楚剑丘投诉 想让楚剑丘帮忙主持公道 但是楚剑丘对这一幕却装聋作哑 好像什么也没见到一般 楚剑丘早就想收拾这被揽货一顿了 只是找不到借口 不好动手 这被揽货整天左一具土鳖 右一具没见识的土包子 他在楚剑丘心中留下的账本 早就已经堆积一人高了 现在 见到他被小青鸟如此欺负 楚剑丘只觉心中解气不已 拍手称快都来不及 哪里会给他出头 况且 这货以前可没少欺负小青鸟 现在只能说是风水轮流转 报应来了 这样一来就更加助长了小青鸟的气焰了 以前还是青衣小童敢吱一声 小青鸟才揍他一顿 但是现在 只要小青鸟心情不爽了 就要揍他一顿出气 危惨的遭遇和极大不公的待遇 让青衣小童为一份莫名 他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的情况下 只好躲在一旁 默默地点示着伤口 对于小青鸟的威胁 青衣小童只能悲愤地 逼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 对小青鸟称呼一声老大 因为 小青鸟已经放话了 他一天不认自己做老大 以后他一天至少揍他一顿 为了免于遭受拳脚之辱 青衣小童只好暂时忍气吞声 耗光养晦 我心尝胆 等待着日后翻身 做主人的一天 其实青衣小童的遭遇惨 汤原道人的遭遇 更惨 以前在混沌至尊塔中 他只需要听青衣小童一人的话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 轮到小青鸟做老大了 他夹在中间 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 在小青鸟下令 让他干活的时候 如果他不干的话 那就会挨小青鸟的揍 如果他听了小青鸟的话 等到小青鸟离开混沌至尊塔 或者前往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之后 青衣小童又会教他做人 夹在小青鸟和青衣小童之间 苍原道人这段时间 简直生火的水生火热 偏偏他还不敢向楚剑秋告状 即使他向楚剑秋告状 那还能怎么样 顶多就是楚剑秋训斥这两货一顿 然后这两货在楚剑秋没有注意到混沌至尊塔里面的情况的时候 联手叫他做人 苍原道人很清楚 在混沌至尊塔中自己的地位 楚剑秋也不可能会因为这么点小事 去严惩小青鸟和青衣小童 苍原道人也只好自己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挣扎求存 还好 无论是小青鸟和青衣小童 出手都极有分寸 虽然打得他很惨 但是却绝对不会打死他 其实说实在的 在混沌至尊塔中 他想死都难 即使被打得魂飞魄散 由于混沌至尊塔力量的笼罩 他飞散的神魂 也不会散意掉 最终还是会被混沌至尊塔的力量 重新聚拢起来 形成完整的神魂 在三番两次被暴揍之后 苍原道人已经认命了 楚剑秋 看来收获不错啊 见到楚剑秋在清点收获的宝物 青衣小童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楚剑秋 一屁股在楚剑秋的身边坐下 很是阔气地说的 只是他这话刚说出口 小青鸟就对着他一瞪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滚一边去 青衣小童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将 他本来还想和楚剑秋 唠嗑唠嗑 想着怎么从楚剑秋这边 捞一两件好宝贝 毕竟楚剑秋这次的收获 可真是不错 连他看着都眼馋不已 只是 还没等他把计划进行下去 就挨了小青鸟 这一句话的重击 青衣小童顿时就忍不了了 妈的 小傻鸟为时时 欺人太甚 今天本大爷不忍了 小傻鸟 你是个儿子 别得寸进尺啊 青衣小童 看着小青鸟 恼火无比地说道 只是 他这话刚说出口 下一刻 整个人 顿时就挨了一记重击 被小青鸟 一翅膀 绷飞 数十里远 小青鸟翅膀一展 飞到青衣小童面前 翅膀 朝着青衣小童一指 居高临下地 朝着青衣小童 傲娇无比地说道 破剑 你刚才叫本姑娘什么 本姑娘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青衣小童 看着傲娇无比的小青鸟 心中只觉 憋去无比 他堂堂上股神气 什么时候受过此等屈辱 只是 奈何形势比人强 现在 混沌至尊塔 不让他调动里面的力量 他根本 不是小青鸟的对手 关键是 这小傻鸟 居然也可以调动 混沌至尊塔的力量 此消彼掌之下 这根本 无法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使食物者 为俊杰 忍一时 风平浪静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青衣小童心中 默默念叨着 这些话 最终压住了 动手的冲动 他伸手 压下了小青鸟 指着他的翅膀 脸上挤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说道 老大 息怒息怒 刚才都是我一时口误 还请老大 原谅此刻 小青鸟翅膀一挥 本事不满地说道 小荣太难看了 道歉不够真诚 妈的 大爷受不了了 事可忍 殊不可忍 青衣小童 额上青筋暴跳 就想出手 和小青鸟拼了 只是 过往惨痛的经历 告诉他 如果他此时出手的话 那肯定 会被小青鸟揍得更惨 现在 楚剑秋就在一旁看戏 可不能让他看到 自己那副惨状 否则 那可多没面子 以后在他面前 可抬不起头来 青衣小童 迫不得已之下 只好又把笑容 挤得好看了一些 对小青鸟拍了一桶马屁 这才让小青鸟 满意地放过了他 楚剑秋在一旁 见到这一幕 心中大呼过意 解气 龙渊这个被懒货 老是在自己面前 一副鼻孔朝天 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早就想揍他了 只是找不到机会而已 毕竟 自己无缘无故 出手揍他 这货可不会心服 如今 恶人自有恶人魔 小青鸟 这可真是 为自己大大出了口气 这是他和小青鸟 之间的恩怨 反正揍他的 又不是自己 青衣小童 也埋怨不到 自己的头上来 而且 以青衣小童的 心高气傲 被小青鸟揍了之后 也不屑于 一次向自己卖惨 小青鸟 教训了青衣小童 一顿之后 又飞回到 楚剑秋身边 对楚剑秋 兴奋地叫道 楚剑秋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拿这些东西 去卖了换钱啊 若是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的青斗 再点亮多几颗的话 自己的血脉 下一次进阶 就可以顺利完成了 尝到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 那些青斗 所散发出来的 星光甜透的小青鸟 在点亮这些青斗方面 比起楚剑秋 都还要上心 楚剑秋文言 顿时一个板笠 敲了过去 没好气地说道 卖你个头啊 别以为混沌至尊塔 给你开小灶的事情 我不知道 这货 在九届大陆秘境中 可是私藏了不少好东西 而他 没有把这些宝物资源 交给自己 却私下里 和混沌至尊塔 做交易了 这也是混沌至尊塔 对他这么好的原因之一 像小青鸟 只会向混沌至尊塔 要好处 却半点好处 都没有反馈 给混沌至尊塔 混沌至尊塔 还会偏袒他 才是怪事 小青鸟听到 楚剑秋这话 顿时不敢出声了 他原本以为 这事情做得很秘密的 想不到 楚剑秋早就已经知道了 他所打的这些小算盘 只是 楚剑秋一直没有理会他而已 楚剑秋这次 九七大陆的秘境历练 收获虽然丰富 但是很多东西 都是不能拿来换钱的 像火源甲 流水云袍 零尊湖 白玉碑 离火岩石 空明石 以及战船 和以及云舟 这些宝物 对楚剑秋 都是有大用的东西 楚剑秋可不舍得 拿来买了换钱 能够拿来换钱的 只有自己在九七大陆秘境中 收集到的 一些天才地宝 以及 卖颜报符的时候 所赚到的 那些宝物资源 这些宝物资源 楚剑秋当初 留给了夏幽黄不少 用作全剑宗的发展家底 又给了五构分身 大量的宝物资源 用来打造 阵法长城 布置两个 连通九七大陆秘境 和南州的 跨界传送阵 又费了不少 之前 又让夏幽黄 拿了价值 五千万七品零食的 宝物资源 到脱越城的 宝通商行 分行 换取了七品零食 如今 楚剑秋身上 能够拿来换钱的 各种宝物资源 大概价值 五亿七品零食左右 而点亮 第十二颗星斗 需要的七品零食 是六千四百万 点亮 第十三颗星斗 需要一亿两千八百万 点亮 第十四颗星斗 需要两亿五千六百万 点亮 这三颗星斗 所需要的七品零食 一共是四亿四千八百万 也就是说 把自己手头上 这些宝物资源 全部卖了 也就点亮 这三颗星斗 略有盈余而已 而点亮 第十五颗星斗 所需要的 五亿一千两百万 七品零食 自己暂时是 不用想了 楚剑秋 清点完这些收获后 便进入 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中 通过天空中 被点亮的 第十一颗星斗 激活 高台上的传送阵 进入到 那个陌生世界中 点亮十一颗星斗 混沌至尊塔 最多能够维持 楚剑秋 在那个陌生世界中 两百星时间 而楚剑秋 这段时间以来 也进入过 混沌至尊塔 好几次 能够在这个陌生世界 所坚持的时间 早就到了 混沌至尊塔 十一颗星斗 所能维持 时间的极限 楚剑秋 要想在这个 陌生世界中 维持更长的时间 就必须点亮 混沌至尊塔中 更多的星斗 两百星时间过后 楚剑秋 被混沌至尊塔 拉了回来 两百星的时间 那个陌生世界的威压 对他已经 产生不了 很大的损伤了 只是过了 半个时辰的时间 楚剑秋身上的伤势 便已经痊愈 楚剑秋走出了 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 打算休息一天 明天就去宝铜商行 卖了那些宝物资源 换取七品零食 来点亮 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 接下来的 第十二 十三 十四颗星斗 见到楚剑秋 出了混沌至尊塔 小青鸟 顿时一尺 飞进了混沌至尊塔 第一层的 那个中央阵法中 通过中央阵法的 传送阵 进入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 楚剑秋对于 小青鸟这番行动 信之肚明 但是 它现在腰包鼓得很 暂时也不差 这么点钱 也就对小青鸟 进入混沌至尊塔 第二层天地 修炼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东院的一个庭院中 顾清 贡南烟 和贡寒韵 一家三口 正在其乐融融地 团聚着 三人一边喝酒 庆祝团聚 一边闲聊着 其实 主要是顾清 和贡寒韵 在说 贡南烟 大多数时候 都在静静地 倾听着 它刚刚苏醒过来 积蓄了解 这三十年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哼哼 还是我女儿有本事 不但找到了生命原业 居然 连灵尊湖 这种无上宝物 也能够找到 有了灵尊湖 我东院以后的弟子 突破尊者境的几率 可就大得多了 顾清 手掌一张 一个白色的玉湖 在手掌上空 悬浮着 本是得意地 向妻子炫耀的 瞧他这样子 竟是丝毫没有把灵尊湖 还给供寒韵的意思 供寒韵 顿时一把夺过灵尊湖 有些埋怨地说道 爹 你胡说什么 谁跟你说 这灵尊湖和生命原业 是我得到的了 本来 它之前 还是直呼 顾清的名字 只是 被母亲听到后 好生 述说了一番 供寒韵 这才改过口来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 直呼 顾清的名字 而且 现在自己母亲 已经苏醒恢复了过来 她对顾清 心中的怨气 基本上 也消了个七七八八 顾清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愣 这生命原业 和灵尊湖 不是你的 供寒韵 撇了撇嘴 说道 当然不是我的 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得到这种宝物啊 那这两样东西 是谁的 顾清不由疑惑地问道 无论是生命原业 还是灵尊湖 可都是 无价之宝 谁会这么大方 直接把两件 无价之宝 交给自己女儿 这简直是一件 难以想象的事情 换作自己 估计也没有这么大方 把这两件 无价之宝 这么放心地 交给别人吧 当然 除了自己的妻子 和女儿之外 顾南烟听到这话 也同样满是疑惑地 看着女儿 这是楚剑秋得到的 不但这两件宝物 是他得到的 而且连女儿的性命 在远古一季密境中 也都是他救的 否则 估计女儿 早就死在远古 一季密境中了 顾南烟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事情 说了出来 顾青刚刚喝了一口酒 还没有吞进去 此时 听到顾南烟这话 顿时一口酒 全部喷了出来 他满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望着顾南烟 问道 你说的是 楚剑秋那小子 那小子什么时候 有这么大的能耐了 虽然 他知道楚剑秋很是不凡 而且 在风源学宫众人 出发前往 那远古遗址密境探索之前 他还拜托过 楚剑秋 照顾供寒韵 想不到 这小子 居然还真的做到了 不但救了他女儿的性命 而且还获得了 生命原业 这种无上质保 这么算来 楚剑秋相当于 救了他女儿和妻子 两条性命 他这一下 欠楚剑秋的人情 可就大了 顾清并没有怀疑 女儿所说的话的真假 女儿虽然以前 看他不顺眼 但是却从来不曾 对他说过假话 龚寒韵见到顾清 这副样子 顿时有些不满的 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 楚师弟的能耐 比你想象的 大得多呢 顾清听到这话 咳嗽了两声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看着 贡寒韵说道 月儿 你能不能 给我们说说 你们在远古 遗址密信中 究竟经历了 些什么事情 这事情 可有些不同寻常啊 楚剑秋那小子 居然如此大方 他所得到的 所有生命原液 都交给了自己的女儿 难道他们之间 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是两人 已经私定了终身 要不然 这可解释不通 楚剑秋为何 对贡寒韵这么好 如果楚剑秋 只是交给几滴 或者十几滴 生命原液 给贡寒韵 那虽然令人感动 但是还不至于 令人如此怀疑和震惊 但是 楚剑秋居然把 所有的生命原液 都一股脑 全部交给了贡寒韵 这期间的猫腻 就不得不 值得人怀疑了 就算顾清自己 都做不到 如此大方 除非对方 是自己的道理 贡男烟信中 也同样 产生了这样的怀疑 难道 女儿真和那个 叫做楚剑秋的男子 私定了终身 只是 看女儿的身形姿态 却明显 还是顽臂之身 这使得贡男烟信中 不由更加迷糊了 同时 他心中 对那个叫楚剑秋的少年 生起了 浓浓的好奇之心 他很清楚 顾清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得到顾清认可的人 在整个风源学宫 都找不出多少个 但是 从顾清的态度来看 貌似对这个 叫楚剑秋的少年 很是欣赏 共寒韵也没有隐瞒 把自己在远古遗址秘境的经历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包括 在进入秘境之前 楚剑秋给了自己许多的各种保命灵符 进入秘境之后 在那个珍宝古小秘境的山洞弥阵中 楚剑秋如何救自己脱困 楚剑秋如何冒着紫色雷霆的轰击 闯过雷区 获得生命原影 全都一一道出 当然 事后他向楚剑秋主动投怀送报 以及向楚剑秋表白时 被楚剑秋拒绝了 此事他自然不会提起 毕竟这种事情 韦诗是太过没面子了 即使在自己父母面前 他也不肯说出来 听到贡寒韵讲述的 这一番惊心动魄的遭遇 悟青常常舒了口气 他眼中露出几分赞赏之色 说道 好小子 果然没有令人失望 不枉我之前对他的一番托付 贡南烟也点了点头 说道 一确是个难得的少年俊烟 对于贡寒韵口中所说的 这个楚剑秋 他心中极为感激 因为没有这个叫做楚剑秋的少年 就没有他们一家三口 今天的团聚 莫说自己能够恢复苏醒了 即使是自己的女儿 也在丧命在那远古遗址秘境之中 贡寒韵却是听出了 顾清话语中的问题 他看着顾清问道 爹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托付 顾清听到这话 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为了装逼 说漏了嘴 顿时连忙补救说道 我是说 我一直对楚剑秋这小子的期望都很高 这小子这次的表现还算可以 宫南燕文言 顿时横了他一眼 说道 别臭眉了 这种表现只是还可以 顾清 能不能要点脸 能不能要点脸 若是你也是那般修为 你处在楚小兄弟的那种处境中 你也远远做不到他那个地步 顾清见到吹牛被当面戳穿 脸上顿时不由有几分挂不住了 他埋怨地看着贡南燕说道 颜儿 有必要这么较真吗 你就不能给我在女儿面前留点面子 顾南燕顿时冷笑说道 还给你留面子 你这次让蕴儿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笔账 我都还没有和你算呢 乌清听到这话 顿时不敢出声了 顾南燕没有再理他 而是转向贡寒运问道 月儿 你和楚剑秋是不是道理关系 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 她作为母亲可不能不重视 贡寒运听到这话 脸上顿时不由一红 有些扭泥地说道 娘亲 你说什么呢 我和楚师弟就是普通的师姐弟关系 哪是什么道理关系啊 她当初倒是曾经起过这样的念头 只可惜楚剑秋不喜欢她 只是这种事情说出来毕竟太过丢脸 顾寒运哪里肯承认 嗯 没道理啊 如果她不喜欢你的话 她怎么能够为你做到这一步 叶儿 是不是你太过粗心了 没有发现她对你的心意 顾南燕疑惑地说道 她知道这女儿从小性子就大大咧咧 不像一般女子心思那么细腻 或许人家楚剑秋喜欢她 她自己不知道呢 如果因为自己女儿的粗心大意 而错过了这么一桩良缘的话 那可就太可惜了 顾南燕虽然没有见过楚剑秋的面 但是从顾南燕的描述之中 她对楚剑秋已经是一百个满意了 如果楚剑秋能够成为自己的女婿的话 她心中自然是乐意的很 顾青此时也附和道 是啊 云儿 说不定那小子早就对你心怀不轨了 你可别被蒙在鼓里都还不知道呢 顾南燕听到这话顿时大怒 她狠狠地瞪了顾青一眼 恼火无比地说道 怎么说话的呢 嗯 不会说话 就给老娘闭嘴 顾青见到顾南燕发怒 脖子顿时一缩 乖乖退到了一旁 龚寒韵被父母逼得极了 顿时也赌气地转过身去 都跟你们说了 我和楚师弟就是普通的师姐弟关系 楚师弟都已经有妻子了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他把生命远夜和灵尊湖借给我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人 都是这样的 就像五行灵夜这种无价之邦 他还不是随手就赠给了他的那些伙伴 顾青和顾南燕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面面相去 难道世间真有如此慷慨的人 顾青此时忍不住嘀咕道 怎么他对我就没有这么慷慨呢 问他要点酒钱 他都推三阻四的 顾晗运听到这话 顿时盯着顾青问道 爹 你是不是又向楚师弟敲诈酒钱了 顾青闻言 连忙白手否认道 怎么会 你丢我会是这种人吗 没有的事 顾青不由暗暗捏了把冷汗 今天是不是兴奋过头了 怎么老是露口风 顾晗运狐疑地看了他好一阵 对顾青警告道 爹 我可跟你说 你可别打楚师弟的主意 否则 我和你没完 顾青听到这话 心中就很不痛快了 他看着顾晗运 痛心疾首地说道 女儿 你要知道 我才是你爹 你怎么就这么向着那小子 现在你都还没有嫁过去 就这么向着他了 等真的成了他的妻子 岂不是要伙同他 一起来欺负你爹 顾晗运见到 顾青越说越不像话 顿时恼火地说道 都说了我和楚师弟 不是那种关系了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懒得理你了 我要把这灵尊湖 和生命原液 给楚师弟还回去了 说着 他站起来转身出了庭院 诶 玉儿 你先别走 我还有事和你说 顾青顿时叫道 只是 冬寒运恼他 刚才说的话 实在太不像话了 理都没理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丫头 真是的 等会儿 他别和楚剑秋那小子 闹出什么误会才好 顾青揉了揉额头说道 这话怎说 东南烟闻言 疑惑地问道 顾青苦笑道 原本我以为 这生命原液 是孕耳得到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就没有怎么顾忌 都是奔着 怎么快速治好你 怎么来 所以在动用 生命原液的时候 使用的量多了点 顾南烟听到这话 心中 升起几分不妙 他看着顾青 问道 那你究竟 使用了多少 顾青有些不敢看他 有些心虚地说道 大概用了 两尺剑方的样子吧 什么 两尺剑方的生命原液 顾南烟闻言 惊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这生命原液 即使一滴 都有起死回生 烦恼还童之功效 价值珍贵无比 这丝居然浪费了 整整两尺剑方的数量 这究竟 白白浪费了多少 珍贵财富啊 顾南烟忍不住 一把揪住顾青的耳朵 气恼地说道 你是猪脑子吗 即使给我治疗 也不至于使用 如此众多的生命原液吧 你究竟是怎么用的 你这回让孕儿 怎么面对楚剑球 这不是要献孕儿 于不义吗 顾青顿时被他 一把揪着耳朵 从座位上低了起来 顿时吃痛求饶道 哎呀 你先放手 我这不是 以为这生命原液 是孕儿的吗 反正一家人 哪里分你的我的 可是谁知道 他这是借 楚剑球那小子的 反正我们一家 欠那小子的 已经够多了 大不了 我以后给他 当牛做马 偿还这段恩情 也就是了 东南烟听到这话 心中的气 这才消了不少 他瞥了顾青一眼 哼了一声 说道 哼 你楚剑球的能耐 你即使想给人家 做牛做马 人家未必 能用得上你呢 顾青笑嘻嘻地说道 银儿 你这未免也太过小觑 我这个真传弟子身份了吧 好歹我也是 天尊敬的高手 虽然耽误了 三十年的光阴 但是 在这风源王朝之内 还没有多少 我摆不平的事情 供寒运来到 楚剑球的住处 敲开了楚剑球的大门 把灵尊狐还给楚剑球 楚师弟 这一次算是师姐 欠下了你一番大恩情 以后但有所需要 尽管吩咐一声 我供寒运 若是皱一皱眉头 就不算爷们 楚剑球结果 灵尊狐收了起来 供寒运 看着楚剑球 拍了拍胸脯说道 楚剑球结果 灵尊狐收了起来 至于供寒运 究竟用了多少生命原液 他也没在意 宫师姐严重了 这都是小事情 师姐 不必挂在心上 楚剑球笑着说道 只是 他心中却暗自付费 你原本就是个爷们好不好 当然 他也仅仅只是敢在心中 付费一项 若是直接说出口 恐怕又带挨揍 不过 楚剑球是真没把这事 放在心上 他帮助供寒运 原本就不是抱着 让供寒运暴答的心思的 供寒运也知道 楚剑球的性格 所以也就没有多说 反正以后 竭尽所能 去辅助楚剑球就行了 供寒运 没有在楚剑球这里多待 把灵尊狐 交还给楚剑球之后 便告辞离开了 楚剑球休息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一早 他便出门 打算去宝通商行 把那些宝物资源 卖了换取七品零食 楚剑球在晨曦下 正走着 在经过东院 演武场附近的时候 见到 供寒运 正在演武场附近散步 楚剑球走了上去 打了个招呼 道 供师姐 早啊 供南烟 天色刚亮的时候 便起来在东院中四处走着 昏迷了整整三十年 还要好好看一看 自己的家园 在顾清之前 他才是真正的东院导师 所以他对东院 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是真正的 把这里当作了 自己的家 当他迎着早晨的那一抹晨曦 来到东院演武场附近的时候 却见到 一名青山少年 朝自己走了过来 从这名青山少年 只有区区神玄境 出气的修为来看 看来 这就是自己女儿口中所说的 楚剑秋了 东南烟正想上前 去了解一下 这青山少年 想不到 这青山少年 却在自己开口之前 主动和自己打招呼 但是从他对自己的称呼来看 这小子显然把自己 误认为是自己女儿了 顾南烟心中只觉有趣 便也没有纠正他 只好将错就错 了解一下 这小子究竟和自己女儿 有没有猫腻 顾南烟点了点头 朝着楚剑秋 燕然一笑道 楚师弟也挺早啊 楚剑秋看着顾南烟 那灿若娇花的笑容 顿时不由一单 他不由狐疑地 打亮了一下 眼前的贡寒韵 发觉 今天的贡寒韵 好像有点不同 平时的贡寒韵 可不会对他 笑得这么妩媚 而且 就贡寒韵那暴力妞 根本和妩媚两字 都扯不上边 贡寒韵虽然容颜 也长得很美 但是他性子火爆 在他身上 极少会看到 这样的女儿态 而且 今天的贡寒韵 看起来好像 也更加文静一些 一心一气 楚剑秋观察起来 就更加仔细了 他发现 眼前的贡寒韵 还真是和平时 有不少的差别 不单只是举止气质上 连衣着打扮上 也有不少区别 平时 贡寒韵 一般都喜欢穿红衣服 但是今天的贡寒韵 却穿着一袭淡蓝色的衣裙 气质上显得更加淡雅清新 楚剑秋心中不由一阵冷笑 居然敢在自己面前 冒充贡时简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新念几次 楚剑秋运转动幽之眼 朝眼前的贡寒韵看去 在动幽之眼的观察下 一切的装饰幻想 都难逃乏眼 没有任何的伪装秘书 可以瞒得过 动幽之眼的观察 只是 这一望之下 楚剑秋顿时不由又愣住了 眼前的贡寒韵 根本就没有施展 任何的伪装秘书 展现在自己面前的 就是贡寒韵的本来面目 楚剑秋常常呼了口气 对着贡寒韵笑着说道 空师姐 你今天这番打扮 真是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 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在冬院中 冒充你的身份呢 既然 经过了动幽之眼的观察 确认无疑 眼前这个就是贡寒韵 楚剑秋心中 自然不会再怀疑 他只以为 贡寒韵 这是突然心血来潮 想改变着装 尝尝心 来和自己合作剧呢 楚剑秋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眼前这个 并不是他的贡师姐 而是贡寒韵的母亲 贡南烟 其实 这也难怪 楚剑秋会认错 这一来 楚剑秋在冬月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从来就没有见过贡南烟 怎么也想不到 贡寒韵的母亲 会在今天 突然冒出来 二来 贡寒韵和贡南烟 长得实在太像了 如果不是两人 站在一起的话 还真难以区分 两人的区别 贡南烟原本见到 楚剑秋望向自己的目光中 有着几分 狐疑警惕的神色 心中顿时不由一己 这小子 果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本来他都以为 自己的身份 要被楚剑秋拆穿了 但是想不到 楚剑秋接下来 就又改变了态度 只是 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贡南烟心中 也警惕起来 莫不是 这小子 再通过其他方面 来试探自己 毕竟 从贡寒韵的口中 贡南烟可是很清楚 这小子智谋的厉害的 若是一不小心 恐怕自己就在落入 他的陷阱中 贡南烟顿时学着 贡寒韵的语气 冷笑一声 说道 楚剑秋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爆汗 果然还是那个暴力妞 即使表面上能伪装 但是只要一开口 就暴露了他的本质 自己还是少招惹他为妙 现在正好就在这 盐武场附近 万一被他一时手痒了 找个借口 揍自己一顿 那自己跟谁说理去 楚剑秋顿时连忙 陪笑道 公师姐说哪里话 我就不打扰公师姐了 告辞 楚剑秋正想转身溜走的时候 但是在他收敛 动幽之眼的那一刻 却忽然看到 在贡寒韵的心脉中 纠缠着一股 极其阴冷邪恶的黑气 楚剑秋脸色顿时不由一变 他走上前去 一把抓住贡寒韵的手腕 脸色凝重地说道 公师姐 你什么时候中了 这么厉害的剧毒了 公南烟见到 楚剑秋就要转身离开 本来还想着 用什么办法 把楚剑秋留下来 继续了解 他和贡寒韵的信息多一点 毕竟 贡寒韵这丫头 在这方面的事情 连自己这个母亲 他都不肯多说 公南烟只有出此下策 来试探 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 只是 还没等贡寒韵 使出什么招数 楚剑秋居然又主动退了回来 公南烟心中 会有一阵冷笑 好小子 果然和自己的女儿之间 有猫腻 至于 楚剑秋所说的 什么剧毒的事情 公南烟只把这个 当作是楚剑秋 为了接近贡寒韵 所编出的拙劣借口 虽然 公南烟也知道 自己所中的暗魔窟引毒 并没有彻底驱除 目前只不过暂时 被压制在了自己的心脉之中 依然也还是一个 巨大无比的隐患 只是 暗魔窟引毒 是何等高级的剧毒 尤其是 楚剑秋 这么一个小小的神玄境 出气的舞者 能够发觉得了的 公南烟为了看看 楚剑秋 接下来要做什么 于是 顺着楚剑秋的话说道 这是在远古 遗址秘境的时候 中了暗魔狱 那些狗贼的一些暗算 楚师弟不必担心 这不碍事的 楚剑秋 脸色凝重的说道 什么不碍事 这剧毒 盘踞在你的心脉之中 而且还是一种 吞噬生机的 厉害剧毒 一旦爆发 恐怕你全身的生机 都得被吞噬一空 这种剧毒不除 迟早得酿成大祸 妈的 好歹毒的手法 居然把剧毒和心脉 完全纠缠在一起 企图让这剧毒 和宿主共存亡 这心思 可还真恶毒啊 把这剧毒 种在心脉之中 作为一个 随时都能够爆发的 巨大隐患 等到关键时刻 再引爆 以此造成致命的一击 说到这里 楚剑秋的眼睛 顿时眯了起来 这些家伙 为了对付我 可还真是 煞费苦心啊 居然连这么高阶的剧毒 都舍得用出来 估计 就是想要在关键时刻 以此来威胁我 逼迫我向他们屈服 说着 楚剑秋又冷笑一声道 只是这些家伙的算盘 虽然打得如意 只可惜 他们算计错对象了 想用这种办法 对付我楚剑秋 这未免太过小觑 我楚剑秋的手段了吧 贡寒韵听到 楚剑秋这番话 心中顿时掀起 一片惊涛海浪 贡南因原本以为 楚剑秋只是 以他中毒为借口 以此来接近贡寒韵 但是在听到 楚剑秋这番话之后 他才知道 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楚剑秋是真的看出了 他究竟中了什么毒 以及他中毒的状况 而且楚剑秋还根据他所中的剧毒 推测出了当初下毒人的用心 以及之后自己的一连串遭遇 楚剑秋所唯一推测错误的是 这种剧毒当初被中在自己的心脉之中 并不是用来对付他的 而是用来对付顾青的 但是楚剑秋之所以推测错误这一点 只不过是因为 他将自己错认为是贡寒韵而已 贡南因第一次感觉到 面前这青山少年是何等的可怕 仅仅只是通过一丝蛛丝马迹 就可以推测出背后所有的谋划 以及不拘之人的用心 这样的智慧 已经不是用恐怖二字可以形容的了 怪不得他能够在远古遗址秘境中 面对那么多的强大对手 不但能够全身而退 而且能够获得生命元业和灵尊狐 这种无上宝物了 楚剑秋看着眼前的贡寒韵说道 宫师姐 你先坐下来 我先帮你把这毒驱除了再说 贡南因听到这话 心中再次一阵震撼无比 他看着楚剑秋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能够去除这些剧毒 这暗魔窟引毒 连顾青这样的天尊敬强者都奈何不了 眼前这个区区神玄境初期的青山少年 居然敢说出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来 如果在楚剑秋看出他中毒的状况之前 宫南因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楚剑秋这话 但是在楚剑秋不但看出他的中毒状况 还据此推测出当初他的遭遇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相信这青山少年是真有这样的能耐了 而且让他一试即使不成功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 所以在听到楚剑秋这话后 贡南因也没有拒绝 跟随楚剑秋来到盐武场上 找到一个地方坐下 准备让他给自己驱毒 楚剑秋看着眼前的贡南因说了一声 宫师姐得罪了 说着楚剑秋迅速出手 绷住了贡南因身上的经脉 让他动弹不得 贡南因在听到他这话的时候 心中刚刚升起不妙 身上经脉就已经被制住了 此时他心中不由一阵惊慌 此时他才想起 刚才忘记楚剑秋究竟要用什么方法驱毒了 自己毕竟不是女儿共寒韵 真要在驱毒过程中 被这小子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 那可就难堪了 只是他此时身上的经脉被封 而且楚剑秋连他的雅穴都封住了 他此时即使想开口反对 也已经出不了声 最关键的是楚剑秋连他的神魂都给封在了十海中 使得他想用神念沟通都做不到 见到这一幕贡南因心中更是慌乱了 他此时更加确切 楚剑秋驱毒的时候 应该会和自己产生亲密的接触 这才会事先封住自己的经脉 防止自己抗拒 贡南因此时简直是有苦说不出 自己这真是玩火自焚啊 希望这小子可千万不要对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才好 否则他可没法面对自己的女儿 楚剑秋在封住了贡寒韵的经脉之后 伸出手掌 就要往贡寒韵的胸前按去 东南因眼见 楚剑秋那只手掌距离自己的胸前越来越近 一颗心顿时不由沉了下去 完了完了 这下真是要完了 自己这真是没事找罪受啊 只是就在楚剑秋那只手掌 即将按上他的胸脯的时候 在那关键的一刻 楚剑秋的手掌骤然停了下来 楚剑秋想了想 最终决定 还是不要这样做得好 虽然从贡寒韵的前胸 把那剧毒吸出来 这是最为简便的方法 但是以贡寒韵的性格 自己真这样做了 即便是以驱毒的名义 过后肯定会免不了一顿痛打 楚剑秋最为害怕的是 自己真的和贡寒韵 这样的亲密部分接触了 到时候贡寒韵会不会逼自己娶他 真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自己再要拒绝他的话 可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 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 楚剑秋最终决定 还是不要这样做得为好 于是转到了贡寒韵的身后 把手掌按在贡寒韵的后背上 运装混沌天地诀 把真元渗透进贡寒韵的体内 虽然这样一来 仍然避免不了和他的肌肤相接触 但是却比和他的前胸接触好多了 毕竟这是为他驱毒 手掌和他后背接触 也算不得什么冒犯 贡南烟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不由松了口气 看来这小子还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不肯趁人之威 但接着贡南烟又不由皱了皱眉头 这样看来 这小子和自己女儿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了 否则他不至于因为一个驱毒 会避讳这么多 楚剑秋把混沌真元灌住进贡南烟体内 运用枯记真意抽丝剥茧的把贡南烟心脉中的那团阴冷漆黑死气逐渐包离了出来 混沌天地诀所修炼出来的混沌真元本就是世间一切阴冷邪恶类能量的克星 再加上楚剑秋在荒达大陆世界碎片吸纳大量幽冥死气所领悟出来的枯记真意 两者夹攻之下 简直就是暗魔窟引毒的天敌 暗魔窟引毒虽然在品阶上极高 但是论其法则意境上 却远没有幽冥死气那么玄傲 贡南烟心脉中的那团阴冷邪恶的漆黑死气 在遇到楚剑秋的枯记真意的时候 犹如老鼠见到猫 在那枯记真意的包离下 乖乖地与贡南烟的心脉分离开来 然后这股被包离的漆黑死气 在混沌真元的包裹炼化之下 一点点被转化成了混沌真元 化作了楚剑秋的修为 楚剑秋的修为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神玄境初期巅峰 此时炼化了如此高阶的暗魔窟引毒之后 差点压制不住 直接就在这里突破了神玄境中期 不过楚剑秋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 包离炼化这暗魔窟引毒 这夜合这暗魔窟引毒之前 在顾清运用生命原液的围剿之下 元气大伤有关 否则楚剑秋对付起来也会棘手无比 半个时辰过后 楚剑秋终于把贡南烟心脉中的暗魔窟引毒 完全包离化解 正当他想把手掌从贡南烟背后收回来的时候 此时一道声音在他背后愤怒无比地响了起来 楚剑秋 你在干什么 楚剑秋听到这道熟悉无比的声音 脸上不由一震 当他转过身来 看到在他背后数十丈外 站着的另一个贡寒韵的时候 楚剑秋脸上顿时不由露出惊骇欲绝的神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他背后数十丈处站着的那个贡寒韵 身上一袭火红色衣衫 全身上下充斥着的那股火爆杏子 这不是贡寒韵 又是谁 只是 那个是贡寒韵 那他眼前的这个贡寒韵又是谁 再见到 那个真正的贡寒韵 此时正满脸怒容地看着他 而站在贡寒韵身边的顾青 也是一副想要吞了他的眼神 楚剑秋此时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极其不妙的感觉 正当他要开口解释的时候 贡寒韵已经身形一闪 朝他扑了过来 挥起粉嫩的拳头 一拳把他给撂翻在地 接着贡寒韵的拳头 犹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贡寒韵一边狂揍着他 一边怒骂道 好你个婴贼 居然敢对我娘亲无礼 我要打死你 顾青此时也走了上来 看着被自己女儿暴揍的楚剑秋 也冷着脸说道 云儿 给我用力打 打死这个没大没小的臭小子 岂有此理 居然敢把主意打到你娘亲的头上 这胆子也忒大了些 他虽然也很恼火 楚剑秋对贡南烟的无礼 只是以他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亲自出手教训楚剑秋 楚剑秋听到这两人的对话 此时才知道 之前那个贡寒韵究竟是谁 感情是贡寒韵这个暴力妞的娘亲啊 怪不得和贡寒韵长得那么像 只是这娘们也为是太过分了吧 居然假扮成她女儿来戏弄自己 楚剑秋顿时叫起屈来 冤枉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我没有对那位前辈无礼啊 还敢狡辩 我都看到你的手伸到我娘身上 动手动脚了 你还敢说没有 龚寒韵恼怒无比地说道 说到这里 他揍起楚剑秋来更加起劲了 一双粉拳犹如雨点般 落在楚剑秋的身上 当当当 响起一阵震天的响声 龚寒韵感觉自己的拳头 敲在楚剑秋的身上 楚剑秋没有什么事情 反而自己的拳头 被震得一阵生疼 好你个银贼 身上穿着什么东西 这么坚硬 龚寒韵说着 一把扯下了 楚剑秋体表那件青衫 这青衫被龚寒韵包下来之后 顿时恢复了原形 变成了一件火红色的甲衣 龚寒韵看了一眼 这件火红色的甲衣 顿时恼怒地揉了揉拳头 原来 这小子身上穿着一件 七阶极品的宝甲 怪不得 自己揍他 连半点事情都没有 反而震得自己的拳头 这么痛 龚寒韵把火源甲 扔到了一旁 对着楚剑秋 薄衣老拳 只是这一回 龚寒韵又发现 自己的拳头落到楚剑秋身上时 好像被卸掉了一大半的力道 龚寒韵心中疑惑的情况下 又撤掉了楚剑秋的一件衣衫 这一回发现 居然是一件表面流动着 水性戒指的半透明法袍 而且拼接也高达七阶上品 好家伙 身上的好东西还当真不少 龚寒韵一怒之下 顿时把楚剑秋上身的衣衫 包了个精光 再狠狠地揍他 以免他身上 还有什么厉害的防御宝物 只是 即使龚寒韵 已经把楚剑秋上半身的衣衫 全都包光了 但是拳头落在他身上时 依然很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 本来龚寒韵还控制着力道 害怕伤到他的根基 但是此时 见到自己 根本半点都伤不到他 龚寒韵顿时也打出了真火 这一下 龚寒韵连武技也用上了 不再留守 对着楚剑秋身上 就是一顿爆锤 只可惜 即使龚寒韵竭尽全力 也只能是 仅仅对楚剑秋 造成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伤而已 连真正是他感到痛 都难以做到 毕竟 楚剑秋经过青阳宗遗址珍宝谷 那个时时中的 紫色雷霆淬脸之后 在返回风源皇城 这一个月来 又好几次通过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进入那个陌生世界中 受到那个陌生世界的巨大威压的反复锤炼 此时 他的肉身强度 已经堪比七阶下品法宝的极致 都已经有点接近七阶中品法宝了 以龚寒韵的实力 光凭双全 要想破开他的肉身防御 还真是难度不小 龚寒韵越奏越是心惊 想不到这家伙短短几个月 实力居然已经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在几个月风源学宫出发之前 这家伙还被自己揍得像死狗一般 而现在自己想要伤到他都难以做到 这恐怖的进步速度 为时令人惊骇 只是这样一来 龚寒韵心中也更加暴怒了 他见到揍在楚剑秋的身上 伤不到楚剑秋 顿时一双粉拳便往楚剑秋头上脸上招呼过去 几拳之下 楚剑秋便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龚师姐 你听我解释 我那是在为那位前辈驱毒啊 不是要对他无礼 楚剑秋被揍得惨了 顿时连连解释道 驱毒 去你个大头鬼 骗这么烂的理由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 龚寒韵说着 又是一拳朝楚剑秋眼眶招呼过去 顾青本来在一旁看戏的时候 听到楚剑秋这话 心中顿时一动 莫不是 这小子真是在替龚南烟驱毒 楚剑秋见到龚寒韵不信他的话 顿时对龚南烟叫道 喂 那位前辈 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帮忙解释解释这事 龚南烟本来还想继续看一会儿 毕竟这小子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出手封了自己的经脉 让他吃点苦头 也算为自己出一口气 况且他也能够看得出来 以共寒韵的实力 根本难以真正伤到这小子 所以他也就乐得在一旁看着楚剑秋吃别 只是 现在楚剑秋都已经对他开生了 他也不好意思继续装下去 毕竟 这小子是真的替自己解决了心腹大患 在楚剑秋出生之后 贡南烟身上 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无比的气势 楚剑秋封住他的那些经脉 被他一下子冲开 在楚剑秋包里化解了他心脉中的 那团按摩枯引毒之后 他被压制的修为 终于在这一刻恢复了 再见到贡南烟身上 爆发出来的那股恐怖无比的气势 楚剑秋骤然瞪大了眼睛 眼中满是骇然的神色 你妈 一尊敬巅峰的修为 这你妈 自己刚才出手 绷住经脉的对象 居然是一位 一尊敬巅峰的大佬 这使得楚剑秋 在这一瞬间 脑子都不由得 一片空白 还好对方对自己没有恶意 否则 自己此刻 可能尸骨早凉了 贡南烟站了起来 向这边走了过来 对贡寒韵笑着说道 月儿 你这是真错怪这位小兄弟了 他刚才 的确是在替我去毒 也正是因为他 彻底把我心脉中的 按摩库引毒化解了 我的修为 才能够恢复过来 否则 这隐患不解决的话 我不但不能恢复修为 可能 最多也就只能再活三十年而已 贡寒韵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惊 他看着贡南烟问道 爹不是已经帮娘亲 把按摩库引毒给去除了吗 怎么娘亲体内 还会有按摩库引毒 贡南烟解释道 你爹只是帮我 暂时压制住了按摩库引毒 但是并没有把它彻底化解 贡寒韵听到这话 顿时怒瞪了顾清一眼 顾清 你又骗我 顾清此时不由也很是无辜 他不告诉贡寒韵这事 是不想贡寒韵担心而已 不过贡寒韵要怪罪就怪罪吧 楚剑秋能把按摩库引毒 彻底化解了 这是天大的喜事 所以贡寒韵也没有介意此事了 顾清走上前来 连忙扶起地上的楚剑秋 很是狗腿地 给楚剑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把勾住楚剑秋的肩膀 将楚剑秋竖起大拇指 说道 楚兄弟 真有你的 连老哥都做不到的事情 想不到楚兄弟随手就解决了 这样的能耐 韦时是令老哥佩服的五体徒弟 他此时哪里还介意 什么楚剑秋对贡南烟 动手动脚的事情 能够彻底解决掉 共南烟心脉中的按摩库引毒 即使楚剑秋做再过分的事情 他都不会有丝毫介意 更何况 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刚才就是一场误会 悟清更不会对楚剑秋 有什么看法了 在他心中 对楚剑秋只剩下了感激 楚剑秋却完全不吃他这一套 一把把他给推开 冷笑说道 拉倒吧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刚才是谁在一边使劲 叫着要打死我的 共寒韵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 也是一脸歉疚的看着楚剑秋说道 楚师弟 真对不起 我不应该没弄清楚情况 就对你动手的 要不 我让你打回来吧 楚剑秋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无语 打回来 怎么打回来 当着你父母的面揍你 你娘都已经是 地尊境巅峰的大佬了 姑娘这伙 自己一直都看不清他的身前 都不知道 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 真要在他们面前揍你 就不怕被他们一巴掌给拍死 平白无故地挨了这顿揍 楚剑秋只好自认倒霉 摆了摆手 说道 算了 这事也怪不得共师姐 楚剑秋又看了一眼 一旁和贡寒韵 长得有七八分相似的贡南烟 有些埋怨地说道 贡前辈 以后能不能别玩这么幼稚的事情 你早和我说 你是贡师姐的母亲 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来 贡寒韵听到这话 顿时一脸迷惑地问道 楚师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 你不知道我娘的身份吗 楚剑秋没好气地 看了贡南烟一眼 说道 我如果知道她是你娘 我脑子抽筋 才会封住她身上的经脉 从事之中 我一直都以为她是你 而且她也没解释 贡南烟被楚剑秋 当着女儿的面戳穿这件事情 顿时也不由有几分尴尬 她连忙解释道 我也是冬月的弟子 你教我贡师姐 也没有交错啊 这还要怎么解释啊 贡寒韵虽然形势莽撞 性子火爆 但是脑子也不笨 她立即就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感情是楚剑秋 把自己母亲错认成了自己 而自己母亲为了刺探 自己和楚剑秋之间 是否有男女之情 便顺势假装成自己 所以才会闹出 这么一出大乌龙来 贡寒韵只敢丢脸到极点 尤其是刚才自己 还为此揍了楚剑秋一顿 这让她心中 更是觉得过意不去 她恼火无比地 看了看顾青 又看了看 一脸尴尬的贡南烟 顿时跺了跺脚 气得直接跑了 韵儿 你要去哪里 贡南烟见状 连忙叫道 不要你们管 贡寒韵怒气冲冲地 一闪而逝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贡南烟和顾青 见到这一幕 不由面面相去 各自都是一阵尴尬无奈 楚剑秋见到这尴尬的场面 顿时也朝两人一拱手 说道 没什么事的话 晚辈也先告辞了 说着她正要转身离开 楚公子 等一下 贡南烟顿时把她叫住 楚剑秋转身 看着她问道 不知道贡前辈还有何吩咐 贡南烟也是一脸歉意地 看着她说道 刚才的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了 还望楚公子不要解怀 楚剑秋闻言扯了扯嘴角 她摆了摆手 说道 前辈放心 我和贡师姐毕竟是同门师姐弟 些许小事 过去也就过去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哼 你们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老子以后看到了都要绕路走 惹不起 难道还躲不起吗 楚兄弟 以后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的事 尽管来找我 我顾青若是皱一皱眉头 就不是爷们 顾青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 说道 他这话说得十分真挚 楚剑秋对他一家 可谓是恩重如山 他是真的很想 自己能够有帮得到 楚剑秋的地方 楚剑秋听到这话 眼睛顿时不由一亮 他看了眼高深莫测的顾青 心中寻思着 或许 这货还真是个不错的打手 也说不定 好说好说 楚剑秋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有了顾青这个打手 以后在面对五皇子的威胁的时候 也有底气多了 楚剑秋没有再在这里逗留下去 捡起了地上的火源甲 和流水云袍走了 他并没有按照计划 去宝通商行 卖宝物资源 换取零食 而是返回到自己的住处中 毕竟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又被贡寒运揍了一顿 他此时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此时出门的话 为时有点丢人 顾青被楚剑秋最后那意味深长的目光 看得心中有点发毛 毕竟这小子花花肠子那么多 自己今天所作所为 毕竟有点不太地道 谁知道 这小子有没有在心中 把自己记上一笔 以后找到机会 再把自己往死里坑 只是 在见到楚剑秋手中 那件接近半部八戒法宝的火源甲 和七戒上品的流水云袍 顾青脸上又不由露出几分鲜艳的神色 这小子 可还真有钱 光是七戒上品以上的法宝 居然就有两件 听到顾青这话 东南烟顿时不由横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整个东院的家底都被你败光了 你赶紧想办法搞点钱来 好给孕儿突破尊者镜做准备 如今整个东院几乎都找不出一块七品零食来 那寒酸程度让贡南烟几乎都不敢相信 只不过 供南烟也知道 这是顾青这些年来 为自己压制体内的按摩窟引毒的原因所致 虽然表面上责怪顾青 但是心中却并不是真的这样认为 顾青拍了拍胸膛 说道 娘子尽管放心好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 以前 他的全副身心和精力 全部被供南烟身上的按摩窟引毒所牵制 哪里有时间和机会去赚钱 现在 供南烟身上的剧毒已经彻底根除 他心中再无牵挂 凭他堂堂天尊敬的实力 即使是给人家看家护院 也能够赚不少钱 楚剑秋休整了一天后 再一次出发前往宝通商行 不过 楚剑秋却没有前往 丰元皇城的宝通商行 而是打算去景顺城的宝通商行 和吴焕做买卖 丰元皇城的宝通商行 自己毕竟人生地不熟 搞不好会被宰 而且还有泄露自己身上财物的风险 若是自己身怀过亿的身家 被其他人知晓 恐怕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但是和吴焕做买卖 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毕竟他和吴焕 已经算是老熟人 也比较清楚吴焕的性格 在生意和为人方面 吴焕还是能够信得过的 只是 丰元皇城 距离景顺城 整整一亿八千万里距离 若是通过飞行 前往景顺城的话 耗时太长 即使乘坐以吉云州 那也要大半个月的时间 楚建丘并不想在赶路上 浪费这么多时间 所以楚建丘想通过传送镇 前往景顺城 当时楚建丘还在景顺城的时候 在梦贤送给自己的宅院中 可是布置下了传送镇的 只需要把布置在 风源学宫东月尔的传送镇 调整一下 对接景顺城梦家中的传送镇 自己就能够迅速到达景顺城 只不过自己一人 贸然出现在梦家之中 有些不好解释 所以楚建丘这次打算 拉上梦贤一起过去 老大是打算要回景顺城 梦贤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毕竟景顺城中好像没有什么 老大值得牵挂的吧 老大回景顺城要干什么 所以梦贤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中很是疑惑 不错 所以我来问你一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趟 楚建丘看着梦贤说道 如果老大有需要的话 我自然听老大的吩咐 只是景顺城距离风源皇城 路途遥远 老大打算今天就出发 我准备一下 梦贤心中有些疑虑地问道 如此遥远的路途 如果只是靠飞行的话 那得飞行多久的时间 时间长一点 倒是没什么所谓 最为关键的是 如此遥远的路途 中途难免会遇到劫匪 所以若是真要回去的话 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方面 你倒是不用考虑那么多 你只需决定 要不要回去即可 楚建丘笑着说道 既然老大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梦贤对楚建丘 向来都是无条件的信任 既然楚建丘如此说 那表明 楚建丘已经有了 他的应对办法 也就用不着自己啰嗦太多 毕竟自己的本事 和老大相差 可不是一点半点 跟老大做就是了 楚建丘见梦贤答应下来 顿时笑着说道 那就先要委屈你一下了 说着楚建丘一手刀 砍在梦贤的脖子上 把梦贤给砍晕过去 毕竟传送阵的事情 事关重大 还不是让梦贤知道的时候 这倒不是 楚建丘不信任梦贤 而是多一个人知道 难免多一份泄露的风险 对梦贤自己来说 知道的太多秘密 对他自己也不是一件好事 楚建丘打晕了梦贤后 提着梦贤来到东院布置传送阵的那个角落里 把阵法激活 在他刚刚激活阵法传送阵的时候 顾清顿时又犹如鬼魅一般钻了出来 小子 你又要跑哪里去 顾清手中拿着一个酒葫芦 葫芦塞还是在打开的状态下 显然这伙又在偷酒喝 楚建丘瞥了他一眼 说道 关你屁事 他看了一眼顾清手中的酒葫芦 说道 我好像之前听某人在和贡前辈保证 要借酒的来着 你这葫芦里面装的莫非是清水 顾清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黑 妈的 这事什么时候被这小子听去了 自己向贡南烟保证借酒的时候 记得当时可是瞧过四周没人的 楚建丘见到顾清那张黑如锅底的脸 顿时笑着说道 放心 这事情你不说的话我也不会说 喂 老顾 帮我看一下 这传送阵 特别让人来给搞破坏了 楚建丘提着孟贤走进传送阵中 向顾清提醒了一句 最后他还特意向顾清手中的酒葫芦贴了一眼 顾清被他拿捏着命脉 心中一阵无可奈何 只能是认命了 在楚建丘和孟贤的身影在传送阵中消失时 顾清手一挥 用天尊敬的修为 隔绝了传送阵启动时所散发的空间波动 以免这里的空间异常波动引来注意 楚建丘通过传送阵回到孟家的少主府后 再把孟贤弄醒过来 孟贤缓缓醒来 见到眼前熟悉的景象 顿时心中不由一惊 他看着楚建丘问道 老大 我们这是已经回到景顺城了 楚建丘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已经回来了 孟贤吃惊地问道 那我已经昏迷过去多久了 也没多久 不超过一天 这些事情你就不必管了 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时机 我再告诉你 楚建丘摆了摆手说道 不到一天时间 居然就从一亿八千万里之外的风源皇城 回到了景顺城 老大 这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即使是天尊敬的大能 估计速度都没有这么快吧 孟贤听到这话 虽然心中依旧吃惊 但是却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既然楚建丘暂时不想告诉他 那必然有楚建丘自己的道理 我还有事情要办 这几天 你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吧 等到回去的时候 我会通知你的 楚建丘对孟贤说了一声 便朝少主府外走去 在楚建丘走出少主府时 一直守在少主府外面的侍卫 孟贤 见到楚建丘 顿时吃了一惊 楚公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作为孟贤的贴身侍卫 在孟贤前往风源学宫之后 孟思松便让他守在孟贤的少主府外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或进入少主府 因为孟贤在离开之前 曾经找到孟思松 向孟思松说了 在少主府中楚建丘的宅院内 隐藏着很多秘密 让孟思松在他们离开之后 帮忙守护楚建丘曾经的住处 不要让其他人闯入其中 孟思松在听到孟贤的话之后 自然对此十分重视 楚建丘所展现出来的天赋和能耐 为师太过令人匪夷所思了 他都还不知道 楚建丘究竟是什么样的来历呢 和楚建丘交好 对他们孟家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在楚建丘和孟贤离开景顺城 前往枫园学宫后 孟思松便下令 严禁任何人靠近和进入少主府中 否则严惩不待 也正是赖于孟思松的保护 楚建丘在少主府中所布置的各种阵法 才没有被人发现 否则 即使别人认不得那个是传颂阵 楚建丘在这里所布置下来的各种手段 也依然要暴露出来了 楚建丘笑着说道 刚刚回来 我们不想闹得动静太大 所以回来的时候是暗地里进入孟府的 只是刚才孟祥前辈没注意到而已 孟祥此时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楚建丘 这青山少年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居然能够瞒过所有人 悄无声息地潜入孟府之中 即使自己的能耐不足 发现不了他的行踪 但是孟府之中那么多的尊者净强者 没道理也没发现他的踪迹吧 这样一来 整个孟府森严的防卫 对于这青山少年来说 岂不是形同虚设 不过他还没等孟祥发问 此时孟贤也从少主府中走了出来 他笑着向孟祥说道 孟祥说 老大还有事情要办 你就别耽搁他了 接着孟贤又向楚建丘说道 老大 这里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吧 别耽搁了你的正事 楚建丘点了点头 说道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楚建丘说着身形一闪 迅速出了孟府 由于他的身法太快 很多孟家的人 连他的身形都看不清 他就已经过去了 由于他的修为太低 在孟府如此众多的舞者之中 根本不起眼 也没有引起孟府那些 尊者静强者的注意 那些尊者静强者 大多数都在闭关修炼 或者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哪里会去关注 孟府之中 多了一个区区的 神玄境初期舞者 莫说是 多了一个神玄境初期舞者了 即使是多了一个 神灵境巅峰的舞者 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因为 尊者静以下的舞者 闯进孟府之中 根本难以 对孟家造成什么危险 至少也得是 尊者静以上的舞者 闯进来 才会惊动他们 所以 楚建丘很顺利地 出了孟府 孟府之中 那些尊者静以下修为的侍卫 连发现他的踪迹 都做不到 孟祥见到 孟贤也跟着 从少主府中出来 心中的疑虑 这才消失 怪不得 楚公子能够 悄无声息地 潜入孟府了 原来是和少主 一起回来的 那些尊者静强者 即使发现了 这两人 前回到孟家中 也不会 去拦截自家少主 既然少主 不想惊动太多人 孟祥也就没有 再多问此事 毕竟 少主如何行事 不是他一个侍卫 能够多管的 孟祥感觉 孟贤似乎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他仔细打量了孟贤一番 顿时惊喜地叫道 少主 你已经突破神灵境了 孟贤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多亏老大的帮忙 我的修为 才能提升得这么快 在楚剑秋 离开风源学宫 前往远古遗址 秘境探索的 这半年时间里 孟贤也没有 丝毫地懈怠 每天都极其艰苦地修炼 他的修炼天赋 本就不低 再加上身体上还残留着 大量五行灵液的能量 半年时间的刻苦修炼 让他接连突破了两重境界 如今已经是神灵境中气的舞者了 这还是他刻意打磨根基 腾食境界的情况下 否则 在身体中所残留的那些 五行灵液能量的帮助下 他的修为估计能够提升得更多 只是孟贤在见识到 楚剑秋那强大的 不可思议的战力的情况下 也明白 舞者的修为并不代表一切 如果根基不扎实 再高的修为 也和纸糊的没有什么区别 就像自己 如今虽然是 神灵境中气的修为 但是在面对楚剑秋 这个神玄境出气的舞者的时候 估计连一拳都挨不了 所以孟贤如今的修炼 也在模仿着楚剑秋 不再去刻意追求 境界上的提升 而是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根基的打磨上 以及对每一个境界的亨实上 尽量把每一个境界的潜力 都发掘出来 这样一来 即使他的战力做不到 像楚剑秋那样变态 但是与普通的 同镜舞者相比 也已经远远胜出